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呢,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翻从生完前到生完后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现在呢,她和Jerry的粉条和绿条全部都已经满格了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来试一下她们去穿中接代 我觉得应该是会生出孩子的吧 据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到百分之一百 如果我们实在是觉得不放心的话,保守期间 我们还可以再让她们在传中接代第二次 那我之前经常都是直接搞一个科技婴儿 或者说是自己生一个孩子 那我现在就是想自然产,就是看一下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就再来第二次吧 因为怕没有怀上 然后第二次过后呢,我们就去厕所咽一下孕 我们的咽在旁边就笑的 来我们快来第二次,不要浪费时间 她们两个人真的要酝酿好久的 我让她们粉条跟绿条达到满格,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哇,这样是算成功了吧 应该是 哦,她们睡着了 然后燕才刚刚进来 OK,那是另外的一天,我们来让Mian听一下音乐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来验一下孕 她今天看上去精神还蛮好的 那这件衣服呢,就是我为她怀孕的时候 然后专门准备的 嗯,throw up 是怀孕的前兆 我们来验一下 啊,我们一眼真的贴心的啊 啊,真的怀上了,一听说就,太棒了 这里的怀孕有分三期嘛 那现在就是第一期 我之前都是让MC的一个控制中心 让她提前到第三期,或者提前到分娩的状态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我是想让她 就是自然而然的去顺着这个游戏的过程 来看一下 因为一直提前的话 就不知道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也是少了一点就是游玩的乐趣了 那我觉得怀孕期间呢 就是不能去上班嘛 不能够做太剧烈的运动 那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增长你的厨艺技能嘛 就一直做饭做饭做饭 然后我想让我们的饭达到厨艺技能时机 在以后的这么一个日子里面 因为小宝宝真的是要有很好的营养嘛 然后作为妈妈会做饭 我觉得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嘛 因为吃下去是吃给两个人的 不是只吃给一个人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做饭吧 它身上有一点脏了 我们等会去洗个澡 我们来做chocolate cake chocolate cake一直是我的最爱 厨艺技能level up了 棒棒 看来还是很难受的样子 我们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本人是没有法国运的 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就已经有孩子了嘛 然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们会跟我说 就是怀孕的时候 每个人的 因为身体的机能各异嘛 每个人连洗澡的时候 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洗澡的时候 就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有些人洗澡的时候 就会觉得太冷 就不管用 就是不管在任何 比较温暖的环境里面 都会觉得很冷 Jerry跟Fana 要去Jerry的父母家 来去坐一坐 就是让Jerry的父母知道 你们就要有孙女 或者孙子了 是一个非常天大的好消息 然后顺便来见一下 未来的 未来的女儿 我现在肚子已经大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还是第一期吧 第一期怀孕 其实翻穿的这件衣服 在现实生活中 是很舒服的 在英国的夏天 拍照啊 还是去party啊 这种衣服 都非常的合适 穿红衣服的是Jerry的爸爸 然后穿长裙 蓝色长裙 的是Jerry的妈妈 然后饭也想在这里做饭 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行 就是模拟市民 在其他人家里做饭 就是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你可以上厕所 你甚至可以在其他人的房间里面睡觉 就很奇怪 有没有 做个饭都不行 那我们至少可以泡一杯咖啡吧 因为我们孕妇嘛 就经常会感觉到有点困 我们现在回到家啦 现在感觉肚子又大了一圈 但是感觉不是很好吗 嗯 他又换一套衣服 然后就开始做饭 我们这一次做的是三明治吧 其实这一套衣服也是蛮好看的 有没有觉得 哦 我们的咪咪 我们的小猫 你不仔细看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后面的 OK 我们是pregnant的第二期 我们现在就去床上躺一会儿嘛 孕妇真的很容易累的 我们要多休息 我们来转换一下视角 看一下我们的妮娜和妮娅 他们正在和妮娜的哥哥在聊天啊 看来在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还挺融洽的 我们的妮的一家睡醒了 然后妮娜决定来画个画 这也算是一种胎教吧 艺术类的 艺术类的胎教 这幅画就现在画这幅还蛮好看的了 那我们现在发的主要的做的事情呢 除了画画就是做饭 然后吃这样子 它做的又是三明治还是什么 墨西哥蛋卷之类的 哇这肚子大的 像怀了双胞胎一样 但应该是只有一个宝宝吧 就怀孕之后也是经常会尿瓶啊 真的是尿身上了 应该就是肚子大了之后 就会挤压膀胱嘛 然后就是 如果你想上厕所的话 就会很着急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就是脚都会肿 手跟脚都会比之前要大一圈这样子 就有水肿的迹象 那我们Jerry再擦马桶耶 它还是蛮贴心的 哇它洗得还蛮开心的呢 马桶终于洗完了 然后它肚子好像又大了一圈耶 让它再去睡一会儿吧 要接近领棚了吗 好好休息 好好的要养体力 我们继续来画画吧 感觉要去上厕所 然后用尿在身上了 基本上每次现在都这个样子 就一定要待在卫生巾的旁边 应该马上就要临旁了吧 我希望快一点 它就可以不用受这种折磨了 做一点运动也挺好的 种一点花花草草和植物和水果吧 我们种完东西之后再去做饭吧 它现在的感觉又是污秽的环境 然后又感觉非常饥饿 这长得好像蛋炒饭哦 还有那个青椒肉丝 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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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做那个青椒肉丝 我们大概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临捧了吧 又要去上厕所 真的好麻烦呢 我们先吃再说 别让肚子里面的宝宝饿了 Going into labor 我们要去生孩子了 With anticipation to meet our new baby 应该Jerry会陪他一起去 你看他慌张的样子 I'm having a baby right now 我是想起一个比较 特别 然后又有意义的名字 所以我就想起鬼妈妈里面的 那个小女主 Caroline 她是一个非常勇敢 然后又非常具有好奇心 然后又特别的冷静 聪明的一个小女孩 现在我们的孩子 就已经在我们的卧室里面 静静的躺着 啊伟大的母爱啊 那我名字 它应该是读成 Caroline It's not Caroline Caroline是中文名字 我们来给他喂个奶 然后我想直接增磷吧 增磷到他可以爬的那种阶段 否则这样子就太无趣了啦 就只能抱着 只能躺在婴儿车里面 增磷 增磷增磷 A job 等一会儿 我们稍微再等一会儿 我们增磷完之后 我想看一下 它长成什么样子 宁静吧 Cone 我们给我们的新生儿 拍一张照 作为纪念 然后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 再观察我们的宝宝几天 帮他洗个澡啊 然后 就开始可以让保姆 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了 我们让Jerry要去找 两个保姆吧 我们现在给孩子洗个澡 哎呀我们的 我们的妮娅 我们的妮娅是在跟 Ian在说话吗 她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OK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宝宝 长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眼睛是蓝色的 然后鼻子为什么 可以那么的宽啊 然后嘴巴好薄呀 感觉是要整容一下 省得以后 长大了会长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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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差不多啦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游戏模 谢我的妈呀 刚刚整完人就搞成这样 其实说实话小时候 大家都是很喜欢四指 像我小时候就是四字点 这里阳光还现在还挺好的 她现在在玩我们的小黄鸭 小黄鸭模拟器 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电影 这个游戏 我们的饭在睡觉 然后他也睡觉了 我们的孩子也睡着了 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买个小床 这一位是大叔还是大神 哦 是大叔 我这背影看上去 为什么头发可以留这么长 我家的保姆啊什么的 头发都是长的 然后我们的Caroline 她竟然睡在一滩水上面 是脏水 然后那个保姆也不管一下的 家里这么多人 就没有一个 就没有一个是过来可以打把手的 但是都是围在孩子的身边 哦 所以说Jerry是请了两位保姆吗 一男一女 还是说他们就是雌雄双杀 就是一家人过来当保姆 哦 好吧 这位老婆婆竟然嫌弃我们家脏 哎 现在大家 现在大家 哦 天哪 别瞎爬 然后放到床上去 我女士民的同纪数字 她现在是又饿又累 这个小孩子 Sony 她在跳舞 我让她帮忙 把把那个Caroline放到床上去 这两位保姆是在互相调情吗 太不professional了 我要找到一个模组 然后让他们就是 至少让他们的行为professional 一下又没有这种样子的模组 现在小孩子应该是在床上睡觉吧 然后我们来跟家里面的人和保姆 都说一下话 这小孩子 还是抱到客厅里去吧 她反正也醒着 对吧 她现在状态就是又饿又累 我让谁来问一下奶 不知道这位老婆婆 会不会喂一下奶 我们现在的翻是 也是又饿又累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想出去 多个风啊之类的 才才心放松一下 因为刚上完孩子嘛 家里都是 你懂的 刚上完孩子 照顾孩子还是蛮累的 我感觉她还是有点呆呆致致的样子 那我们就先去亲近一下她自然吧 她还蛮喜欢动物的 这里正好有她奶牛 我们来跟奶牛社交一下 她感觉好累啊 她感觉好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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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Caroline 她直接就爬到了卧室里面 她可能想去玩玩具吧 我们这两个暴墓 真的是我要辞退她们 一点用都没有 就坐在沙发上 就是每天都在聊天 OK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那记得要一键点赞三连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